大家好 我是林渡 首先也是恭喜BA黑凤梨拿下了本场比赛的胜利 但是刚刚的黑肉酒精也是表现不俗 尤其是在第一局的时候 今天的一星也是本届KPL的首秀 首次亮相 那么我们也给大家带来了一场 这个比赛东东复盘 也是来自于黑肉酒精和BA黑凤梨的第一局 也就是一星上场的那一局 我们必须要回顾的是那场比赛的暴军团战 那个地方其实我刚才跟林渡也有聊过 其实是在BA黑凤梨的整个暴军的位置 他们有一个决策失误 而这个失误点在哪 我们来看一下 首先是整个770的走位的位置 非常的靠近敌方的侧翼 而当他进到了团战当中的时候 他已经在敌方的所有人的包夹范围当中了 他大招捏在手里 他已经是箭在弦上不得不发 而这个时候我们看一下战场的位置 是分割成了两边的 其实这波团战说句实在话 我觉得这波团战就没有必要再去开他了 如果这波团战开了的话 他们的风险会非常的大 因为他们毕竟面对的是 一星再加一个李元芳的组合 对 但是看到了BAK凤梨 他们所有人的进攻点全都在一星身上 但是一星的机制 他是35%血线以下有个无敌效果 两秒的无敌你能够把它给秒掉吗 根本秒不掉 尤其是前期 你就算哪怕把所有人的技能 全部集合在这个人身上 两秒钟的无敌能够给你吃完的 是的 而且在这个过程当中 甚至于吕布大招都要往龙坑当中去跳 他想要去封掉一星的退路 这波大招我觉得就是很典型的 我觉得就是一个团队沟通失误 因为你这波大招 你如果跳在了这个一星的身上 你是秒不掉的 一星有无敌的 而这个时候你如果在跳这个大招的时候 又正好通过那个边缘的话 一星的那个大招框 还能把吕布在天上就给你拦下来 拦下来 因为一星的大招是可以进去 但是出不来 这四秒钟的时间 直接断掉了吕布的大招 所以这个地方你可以看到 那个吕布跳大的时候 在天上被卡下来了 对 直接被坠击了的感觉 而其实绕后的花木兰 这一点很关键 我们知道如果我让吕布大招 跳到自己家的后排可不可以 那结局肯定就完全不一样了 举个很简单的例子 你如果花木兰重剑有霸体的状态 我虽然没有办法吕布跳大 去克制你花木兰 但是起码我的阵容是完整性的 是的 你不至于能够畅通无阻地 来去自如地 把我后面三个后排全部给切了吧 但我觉得他即使跳后排 他也不能阻止花木兰去切他们双C 对 简而言之 就是这波团战开的其实并不理智了 其实并不理智 不过呢 我们还是要注意一点 就是在这波团战结束之后 李源芳是死了的 如果这波李源芳不死 那么可能造成的结果就 那就真的炸穿了 因为这个时候大家都可以看到 中路和下路都是有兵线的 对 他打完小龙之后 他还可以随便地去拆你一条路 如果把中塔再给你拆掉的话 你会非常的上 是的 那么在这种情况之下 李源芳被击杀 李源芳被击杀之后 整体的中路和下路的防御塔 是肯定保住了 然而这一波团战打完呢 还是让他们稍微地 从非常不利的局面 变成了不利而已 不利而已 所以BAK凤梨在整个比赛的 进行过程当中 特别是第一局和第二局 他们都有决断上的失误 但是迅速地在第三局 调整了回来 由小兽使用了白体选策 频频carry全队 可以真正意义上 让我们看到他一代四 对 这个就是他们野核的一个体现了 这个小兽 真的是打出了一个野核的感觉 对 确实非常的 我跟你说是天秀了 对 感谢观看 请不吝点赞 订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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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订阅